我老婆没怀孕,跟我结婚之前是公司文员助理,每天我上班的时候去冲咖啡,总会遇见她,那时候每次遇到,她总会对我笑一笑,我做工程项目的,工地里没女人,每天早上看见她这么一笑,真的是心都化了。 时间一长我就对这个爱笑的姑娘挺有好感,后来有一次联谊,隔壁部门那个地中海里经理灌她酒,小姑娘喝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,本来这种事情算是常见,酒桌上灌女人酒不是什么大事,但是当时我坐不住了,没人会为了这个小文元夏经理的面子。 但是我不一样,我记得这小姑娘早上还对我小米莉一笑,现在我就实在是看不下去,她边哭边喝,都是大老爷们,我站起来就把她的酒全给清了,大家当时就开始起哄,连李经理都跟着起哄,这就算是个好开头,第一次我挡她的酒,第二次就是她回请我吃饭,第三次就是我开车烧她下班回请她吃饭,慢慢的我们就 确定好了关系,我自从跟前女友分手到现在,已经有五年没谈过恋爱了,突然谈起恋爱来,那还不得全心全意的对她好啊,车接车送,嘘寒问暖。 妥妥的舔狗人设啊,后来一次不小心我老婆怀孕了,我也想着,既然怀孕了就结婚把孩子生下来,就拖着几个兄弟陪着我一起走一趟岳父们, 我请一个星期的假,叫上好兄弟家俊和几个一看就抗揍的朋友,开了两台车,带了十条中华,两箱好酒,还有果蓝若干,浩浩荡荡的就开车去上我这老丈人家的门。 来之前,我老婆就跟我说了,她是偏远山区农村出来的,当时我就在心里就估计过,我老婆家境不会很好,但是真的来了,才发现我还是在心里高估了她家的情况。 旧光寄存的路就开了大半天,还都是泥泞的土路,等我这个新女婿站在这几个低矮破败的毛门口时,我确实被她家的情况给震惊到了,这个村庄不仅偏远落后,都还是泥巴路,刚下过雨的地面上,全是鸡屎和脏泥混的混合物。 我们狼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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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家竟然如此穷困潦倒,现在什么年代了,只要一家人勤快一点,哪里还用住土砖房子,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了怜悯的目光,但是我心里面反而不这么想,甚至有点窃喜,不为别的,就这地儿一向以高彩礼和重男轻女闻名全国。 但是我老婆家情况如此潦倒,穷成这样,能见过多少钱,要得出口多少彩礼,事实证明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。 明明我老婆已经提前告知家里人,我们今天要过来,可是现在我们来了半天,这家人连口热水也没拿给我们喝,我老婆挺着肚子在外面跟她妈妈还有一个大妈在讲话。 老丈人和小舅子手脚麻利地从车上把中华烟和茅台九都搬进了家里,我们几个被人晾在一旁,只能尴尬地抽根烟,等车里的东西都被搬完了,连我给我老婆买了在路上吃的零食也拿走了。 才招呼我们进门,我跟我的兄弟们硬着头皮进到屋内,也没人倒水,只能干坐着,直到我老丈人抽完了一根中华烟,拍了拍腿上的干泥,才抬头斜着眼看我,怎么现在才来? 这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,哪里有先上车才补票的道理,我也只能毕恭毕敬地给他敬了包烟,现在才来,确实是我的错,这不是静闻的肚子现在不安稳,老是兔,我想让他好好养养,这才耽搁了点时间。 老丈人没多说什么,只是接过烟,就眯着眼,开始吞云吐,小舅子就坐在边上,一边刷短视频,一边抽烟,他不以为然地说,气,哪个女的不怀孩子,有什么可娇气的? 想着这是未来的小舅子,我忍了忍,没吭声,结果这俩父子就不停地抽,搞得屋子里面烟雾缭绕,无烟瘴气,家俊都快被熏跑了,就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出透口气的时候,丈母娘终于进来了,我老婆跟着她后头垂着头,一副刚刚哭过的样子, 我丈母娘看着我,面无表情地说,你们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,现在静雯的肚子也大了,刚才村里的王婆子摸了脉象,这一胎肯定是个大胖小子。 丈母娘胸有成竹,又忍不住洗上霉梢,彩礼三十万,静雯说,这钱你拿得出来,你看啥时候把彩礼钱打过来, 然后定个日子把事办了吧。听到这话,我脑子轰的一声,丈母娘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,一张嘴就要三十万。 静雯怀孕之后,我跟父母商量后,把老家的房子留了一套自家住的,剩下的一套卖了换乘县钱,在我们工作的附近付了个首付买套婚房,现在银行卡里的钱是准备新房装修, 和以后养孩子的,这笔钱刚好三十万,为了买婚房,我父母已经卖了一套房子了,我肯定再没脸找他们要钱了。 所以这三十万说什么也不能给,我疼得一下就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,三十万。 家俊嚷嚷得比我还快,他性子支嗓门大,你们家这是有理干无理的事。 你们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,就敢要三十万。 听见这话,丈母娘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,小舅子短视频也不刷了,手机一丢就站起来冲过来要揪家军的衣领子。 我这群兄弟都是工地做基建出身的,一个个人高马大壮的项牛,就我小舅子那小身板还不够我兄弟一人一个拳头揍的。 我顾不上怀疑人生,赶紧先把他们拉开,免得小舅子被揍了。 我这群兄弟也是为我抱不平,一个个愤怒极了,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,一张嘴就要三十万,三十万是多少钱,你们知道吗? 小舅子还在那狡囂着。 一脚踢翻板凳,没钱就别娶老婆,有本事搞大女人肚子,没本事出彩礼钱。 穷鬼,家军气红了眼,三十万,给你们烧天地银行的还差不多,这眼看就要打起来了,我不得不出声,够了。 然后我看着岳父岳母说,叔叔阿姨,这三十万我确实给不了。 我这话一出来,丈母娘的脸直接沉了下来,见状我赶紧接着说道,但是我是真心爱静雯的,现在静雯也已经怀了我的孩子,我愿意出十万来表示我的诚意。 我不需要你们家出嫁妆,财力也不要求新娘子带回。 我从来没这么低声下气过,可为了老婆孩子,我这次不得不低声下气,这十万就我是对你二老的孝心。 我确实是真的爱静雯的,求您考虑一下吧。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,有一天我会求着别人收下我这么多钱,一辈子在地里刨石的岳父听见这个数字眉头一松,估计心里觉得差不多了,但面上看起来仍然不是很满意,三十万固然是天降财神爷,十万也是比不小的收入,但是他又不愿意就这么轻松地答应。 想,还是从我这里多弄点钱出来,所以当下脸上浮现出来了非常鲜明的矛盾神色,而小舅子是个年轻沉不住气的,当时就要出声一口硬打下来,却被丈母娘的话给打断了。 不行,静雯说了这三十万你有,可见你就是不想拿,不拿也行,没有三十万,我就拉着静雯去镇上的医院把这孩子给打了。 他嗓音粗鲁又泼辣,说话的样子恶狠狠的,一边打我老婆还一边说,王婆子说了,这胎绝对是个小子,三十万给你生的儿子你还嫌吃亏?三十万彩礼少一分都不行。 我老婆被打得直哭,直往我背后躲,但是我看着她的眼泪,心里难免抑制地慢上来了一阵失望。 在来之前,我问她家里的事情,她都是支支吾吾的,不肯把实际情况说明白,结果今天过来把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,三十万肯定也是她告诉丈母娘的,我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被丈母娘逼的。 丈母娘还在旁边说什么,这可是个男胎,我女儿都给你怀了个儿子,怎么不值得要你三十万彩礼巴拉巴拉? 我沉着脸,不说话,我几个兄弟就站在我的身后,几个大小伙子,黑压压一片,站在那里,还是挺让人心里发出的。 我老丈人看见这阵仗,都开始有点紧张了,犹豫着说其实,其实十万也,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丈母娘河东施吼的音量给瞬间盖过了,三十万少一分都不行。 我女儿肚子里的可是个男孩,说着往地上一坐,一边拍大腿,一边撒泼式的鬼哭狼嚎,王婆子都说了,这胎肯定是个儿子,我闺女人给你了,还给你生个儿子,你凭什么不给彩礼钱? 看着丈母娘那样子,我也很无奈,阿姨,我没说不给彩礼啊,但是三十万实在太多了,丈母娘好像就吃定我今天一定会给这个钱,就是不松口,我今天告诉你,就三十万,少一分钱,我就拉着静闻把你儿子打了。 真是活久见啊,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丈母娘? 我一时之间也没话说了,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,可是三十万,我是万万不会给的,就算我有三十万,我也不会给。 这钱我还要装修新房,还要养孩子的,就在两拨人僵持不下的时候,我老婆突然抱着肚子攻下身去喊肚子痛,借口带我老婆去看医生,我们逃野式的上车走了,我们是意气风发的去的。 结果是灰溜溜的走的,去的一路上,简直欢声笑语,回来的时候,车上没一个人说话,家俊坐在副驾驶,他频频的回头看我,视线在我跟我老婆之间打转,欲言又止。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,我也已经想好怎么说了,等从医院回家,我对我老婆不再像原来那样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口里怕话了。 我很严肃地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,我很认真的跟他说了,如果他家里面真的非要三十万彩礼,我确实拿不出来,我卡里的钱是用来装修房子和养孩子的,我最多出十万。 如果他也跟他家里一起逼我,那他就听他家的,把孩子打了分手,我老婆听我说完这话,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,一个人捂着脸直哭,我看着也心疼,可是我不能妥协。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,我们没办法继续,可是我老婆哭得离花待遇,他说他已经是我的人了,以后野生是我的人,死是我的鬼,肯定不会跟着他家里一起逼我,哭着求我原谅他,不要抛弃他,看着他一个孕妇伤心成这样,我也心疼,我答应他,我还是会付出十万的彩礼。 他愿意给父母就给父母,不愿意给就自己留着,我不会管,这件事情只算是短暂地隔应了我一下,马上我就把他抛之脑后,开始努力地工作攒项目奖金,计划年底孩子出生的时候,给老婆抱个好一点的月子中心。 同时,我也一直劝说老婆跟我领证,但是他考虑到他家,总是犹犹豫豫,没想到变故就是这样发生的,有一天下班后,我回家发现我老还没回来,他一个文职又不用加班,现在这么晚了还没回家,我急疯了,一个带着肚子的孕妇 下班了不回家,能跑哪里去。 我联系了我老婆,所有有可能接触的人,都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,就在我六生无主准备报警的时候,我老婆的视频电话打了过来,我顾不得想太多,我接了视频通话,屏幕上出现的不是我老婆,而是我丈母娘,真正让我着急的是她视频的背景,那是一家人来人往的医院,镜头转了一圈。 我老婆果不其然,坐在椅子上哭,她肚子已经很大了,坐着都吃力,而她爸爸跟她弟弟就坐在旁边抽烟,一点也不顾及她这个孕妇,屏幕那边丈母娘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,搞大了我女儿肚子,还想稀里糊涂就骗我女儿跟你结婚,磨都没有。 三十万彩礼,打这张卡上,微信发过来一个卡号,她的声音又轻蔑又恶毒,少一分钱,你就别想要儿子了。 我捏紧了拳头,我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话,如果你真的敢这么做,我不会放过你的。 但是回应我的是她更加得意地笑,你跟我女儿症也没拿,你有种告我去啊。 这个贱呀,头跟男人睡大了肚子,我是他妈带她来打胎,你能拿我怎么办,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抓了。 我死死盯着手机上这张嘴脸,忍无可忍,卖女儿谈不拢架,就用这个威胁我,你也配说自己是他妈。 但是现在,这个丈母娘是真的有恃无恐,那你能把我怎么样? 反正大小人都是你的人,要不要随便你? 我死死地攥紧了拳头,咬紧牙关站在那里,差一点就要失控,但是我不能失控,我的妻子,我的孩子,生死存亡就是这一刻。 一个男人,要是连铲床上的妻儿都留不住,他算什么男人,跟妻儿比起来,钱又算得了什么? 当所有人都觉得我会发飙一走了之的时候,我出乎意料地点起来头,好三十万彩礼,我同意了。 真正等我跟我老婆领证结婚的时候,我老婆肚子已经很大,上台阶都困难,所以我没办婚礼, 只是拿了证,让他安心待产。 不熟悉的朋友们都打去我这是隐婚,玩得铁的,陪我去过一个月家的,都知道我这是裸婚,彻彻底底的裸婚,我是真的裸了。 那天我老婆下班后,被岳父和小舅子强制带去了医院,岳母用我老婆肚子里面的孩子威胁我,他们把我押到医院附近的银行,看着我往他们卡上打了三十万整。 他们亲眼看见那串数字了,才愿意放我老婆走,我一直想不通,他们是怎么突然能找到我老婆的,果不其然,我老婆回家后吞吞吐吐的说,是他告诉他妈他的工作地点。 但是他也没想到,他们会这么做,这件事情我不生老婆的气是假的,可我是男人,老婆已经因为怀孕卧床,憔悴成这个样子了,我怎么还能对他发怒,我什么也不能做,总之,最后我们结婚了。 而这一场婚姻让我直接从有几十万存款变成了现在的身无分文,岳母拿了三十万现钱后,带着全家都不见了踪影,中途我老婆生孩子,坐月子,她面都没露一下,只有我老婆生孩子那天,她勉强来医院看了一眼,走的时候还把朋友送给我老婆的营养品提走了。 那天我老婆生孩子,护士抱着一个婴儿出来,恭喜我席提一位千金,那时候我已经紧张地坐立不安好几个小时了,听见这话,我当时就笑了出来,赶紧散烟散红包,而我岳母听见这话,脸色大变,都不等女儿从手术室出来,赶紧跑了,事后我才知道,她怕我逼她退彩礼, 因为这胎并不是她口里值三十万的儿子,而只是她眼里的赔钱货,可是我并不在乎这些,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们会在乎这些,我只知道,我的女儿又小得像一片花瓣,安静地躺在奶奶的怀抱里面睡觉。 光是看着,就让人心都化成水,从今天开始,我是一名父亲了,而我这段时间所有的疲倦,所有的欲气,所有的不快, 在我看见我女儿这张粉嘟嘟的小脸,那一刻烟消云散,仿佛我的生活已经彻底回到了正轨,一切都在往好方向发展,我老婆出了月子后,想全职在家,我劝她出去上班,因为她其实在家里面并没有怎么带女儿, 女儿如果哭闹她,还会大骂是赔钱货,贱皮子,我妈看不过去,就办了退休,特地赶来帮我带女儿,我看我老婆每天只是待在家里面玩手机刷短视频,除此以外,就是网购买东西,我劝她重返职场,她不愿意,还跟公司人事部的露西比,同样是生孩子,露西从怀孕就辞职在家代产, 生了孩子后也是在家做全职妈妈,听到老婆这样说,我也不舍得她太累,就跟她商量着到时候跟领导申请一下,给她安排个轻松一点的职务,可她不但不领情,还冷言冷语的,公司又不是你开的,你想钓我就钓我,我无奈了,那你不去上班,又不带孩子,你想做什么呢? 那个赔钱货有什么好养的?她不以为然,我肯定要抓紧养好身体生二胎,拼个儿子出来,免得你妈说我讹你彩礼钱。 天地良心,我妈绝对没有说过这话,虽然你妈那是真的讹钱,讲了半天都讲不通,我也有点怒了,我说,我不准备要二胎,我准备就养这个独生女。 你要生儿子,你跟别人生去吧。 她一下被我吓住了,自从因为彩礼的事情,我银行存款被清空后,平时的工资只能勉强抗助她养胎的开销,现在有了孩子,还需要父母补贴家用。 好在公司工程进入了稳定期,我平时有剩余的时间拿来兼职做其他工程,每天就是在办公室埋头做策划案竞标书,公司里面几个老人都笑话,我这是当了爸爸就是不一样,就真的完命做事业了。 他们不知道,我其实是因为非常需要这笔策划案通过后的奖金,我现在太急需要钱了,我需要赚奶粉钱,而我那天难得地发了通脾气。 甚至不管我老婆哭闹,我就是心硬如铁,逼她去上班,她眼看跟我哭闹无果,正值她妈妈打电话来要钱,她哭哭啼啼地说了我们的事情,她以为她妈会来跟我撕逼,结果这次丈母娘却一声不吭,因为她心虚啊。 我老婆最后生的是个女儿,从前讹彩礼的时候有多义正言辞,如今就有多哑伙,但是她妈妈也不耐烦听她哭,反复地问她,你男的没开玩笑吧? 以后真的不要别的孩子了,就养一个女儿,女儿终归要嫁人的,都是赔钱货,那你们家的产业以后,岂不是都给别人了? 我老婆只是哭哭啼啼,但是我丈母娘忽然有了主意,第二天,我下班回到家,就看见我小舅子鞋也不拖,把脚撬在茶几上玩游戏,我懵了,这是什么情况,这个温神怎么来了? 姐夫?小舅子看见我了,这次倒是亲亲热热地叫我,但是嘴里还是抱怨道,你咋才回来,我都等你好久了。 我看见客厅的地上扔得满地的果皮和地毯上踩出来的脏印子,瞬间无语,从知道我老婆家的情况的那天起,我就预想过的,这小舅子回近城来打秋风,可我没有想到的是,她不是来找我要钱的。 也没有在家里大吵大闹,她就是来找我的,这就奇了怪了,总之我老婆也怕她闹事在做什么妖,更怕我打她,全程都坐在我们中间,出乎意料的是,这次我这初中没毕业的小舅子表现得非常老实。 她来找我的原因也很简单,甚至让我完完全全意想不到,听说我要给她姐安排个清闲时少天上吊钱的好工作,足以说明我这个姐夫的路子很广,所以她这次来找我,是想让我给她安排个工作,好家伙,这是什么情况,这个游手好闲,啃老西邪姐姐的混混小舅子,坐在我面前,告诉我她想好好打工。 这不对,这事儿绝对不简单,果然,在我的逼问下,小舅子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,再经过我稍微一猜,我明白了,经过上次丈母娘拿住了我老婆,用孩子逼我给了三十万彩礼。 他们一家在村子里面一战成名,都说人怕出明珠怕壮,现在他们家是苟见了都摇头,十里八村的,没有一个人敢给她做媒,眼看快讨不到老婆了。 她急了,偷了家里面的钱,去县城泡姑娘,这小子手也黑,直接偷拿了八万,去县城过的是风生水起,还假装富二代,搞大了一个女人的肚子。 现在那女人的哥哥放话了,要么三十万彩礼家八台大教,要么把她腿打断,小舅子这是自己在老家混不下去了,听她妈说了姐姐这边的事情,动了心来找我,让我安排她出去打工。 我客气地敷衍了几句,没当真,因为我是工地上班的,就她这学历,最多去搭架子,工作枯燥,且环境恶劣,加班加点任务重,我不相信她能受得住,但是小舅子对自己是很有信心的,像俺这种,也不跟你多要,你就随便让俺当个经理吧。 她在黑黑一笑,露出一口黄牙,最好手底下多管几个女的。 我直接无语了,就你这样的,还想当经理,你咋不上天呢?我不想跟她多纠缠,只想赶紧把她打发走,这个时候我老婆又犹犹豫豫地看着我,要不然,要不然,咱们再给她出三十万,让她拿钱把人娶了。 我,我不想跟她吵,只说,我们也没有二十W啊。 结果我老婆一句话,让我对她彻底失望了,她说,我们可以把房子卖了啊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说,这房子可是我女儿的学区房,卖了我女儿读书怎么办? 我老婆还想说什么,看见我脸色难看到几点,就闭嘴了,这时候我小舅子也不耐烦了,直接探在沙发抽起烟来,连连嚷嚷,快点吧。 烦不烦啊,女的就是话多,你算不求? 男人说话的时候,你张什么嘴? 我老婆被弟弟骂的,反而服服帖帖。 我看了更加恼火,行,你说要打工,那我给你找个厂你就打工去吧。 小舅子就真的这么打工去了,我亲自带他去的,那是个电子厂。 电子厂的小老板是我大学兄弟,揽着我勾肩搭背地递我根烟。 兄弟,你这啥情况?我是不是该给你开份H2的工资啊? 你就别取笑我了,这个到时候别让我给你赔钱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我笑骂他一句,捶他,这次这个,你可警觉着别出什么乱子? 能出什么乱子? 他不以为然,不就来个操作工,能有什么事? 我们都没有想到打脸如此之快,不到三个月,这位小老板就夜半级扣我,然后非常沉痛地告诉我。 我小舅子跑了,说实话,我这小舅子能待三个月是我没有想到的,他跑路的原因也是我没有想到的。 据我那兄弟说,我小舅子在他那做事,结识了一位喜头妹,月节的工资愣是给他闹成了日节,而他每天领钱了,就去跟这位喜头妹相会,自然也就一点钱不剩。 刚开始的时候,小舅子因为陷入情网,所以工作还格外卖力,但是时间一长,他本性毕露,也就懒得干活了,流水线上是没有摸鱼翼说的,他不干活,就拿不到钱,小舅子赚不到钱,还要夜会喜头妹。 自然就只能找别人借钱,而借完一圈,还不上了,他也不愿意还,直接就跑路了,他跑路了,那个喜头妹人也不见了,兄弟调侃,可能这就是少年人的激情,爱情的魔力。 我笑骂了他一句,这件事情就没怎么往心里去,因为我知道,这段时间,小舅子一直源源不断地打电话给他妈要钱,每次他打电话来要钱,我丈母娘就会反手,打电话找我老婆要钱,家里面没钱了,有钱也是我管这,我老婆每个月的工资被炸得一干二净,还能往家里面打钱,这说明我老婆手里还有钱。 那时候我也没空管这个事情,因为我的女儿渐渐大了,而我老婆心烦的时候,总是打骂他,拿他出气,这让我非常不满,因为这件事情,我们的夫妻感情极度恶化,我根本想象不出来,一个柔柔弱弱,面对弟弟的要钱都拒绝不了的女人,怎么会在面对自己的女儿的时候,爆发出来这么鲜明的恶意与狠毒。 这让我不寒而栗,因为这件事情,我们经常吵架,而她也对我让她上班这件事情怀恨在心,人家露西生完孩子,就在家里待着,舒舒服服的,人家老公有本事。 她言语难听,你就是没本事,就是个废物,还骗我给你生孩子。 露西,这又是哪里来的人,我太累了,联系着前因后果才想起来,这是之前那个辞职待产的同事,听见她这话我心里不由地半冷,露西人家是本地人,家里十几套房。 她老公是入资的,她不是靠老公的本事,是自己就非常厉害了,而她什么也听不进去,文言就哭起来了。 你就是嫌我家穷,嫌我多,你也去找露西好了。 穷,你父母现在可比我有钱多了,我苦笑起来,想抽烟,但是想到这是家里,还是没点燃,而她就是不肯罢休,闹了半天,看见我没反应,就胡乱擦了脸,给我五万块钱。 我没想到,她这会儿还惦记着找我要钱,一下子没反应过来,她见我没反应,又接着说,我弟弟找我要的,她现在谈了个女朋友,手上还差五万块钱花,你明天转给我。 我想发脾气,但忍住了,我深呼口气,咱们结婚的时候,那些彩礼钱她二婚都够了,不需要你再给了。 但是她不听,她又哭了起来,娶了我委屈你了,你不爱我了,我带着孩子死了算了。 我不敢说了,我也累到了极点,我说,我现在手里没有这么多闲钱,我还是得先顾着你和孩子,咱们这头才需要花钱。 而她的逻辑永远跟我对不上号,她只是尖叫,给我弟弟钱怎么算是闲钱。 那是我弟弟。 你没儿子,就是个绝户像,给女儿花再多钱,都是白费。 我弟弟才重要。 绝户,原来在你眼里面,生了女儿就是绝户,我心里也是真的冷了,拿起外套就准备出门,我去公司加回办。 给我钱。 静闻披头散发地站在客厅里面,像是盯着什么仇人一样盯着我,那眼神简直像是对我恨之入骨,给我五万块钱。 我要去转给我弟弟。 我突然把外套狠狠地摔在了地上,你弟弟,你弟弟,你什么都只知道顾着你弟弟。 你弟弟算什么东西? 你弟弟连我女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 我历生,我女儿是世界上最好的宝贝,我他妈这辈子所有东西都是给她传的,我这条命都能给她。 你弟弟就是个废物,哪怕你把关心你弟弟的时间拿出来一点点给咱们女儿,她也不会到现在还跟我妈睡。 可回应我的是她更加激烈,更加疯狂地举止,她突然走过来给了我一耳光,窝囊废。 你连儿子都没有,你绝货,你该死。 她语无伦次地坚力大叫,以后你家的东西还不是要白白送给别人,那还不如你现在就去死,你的东西都给我弟弟。 听到她的话我愣住了,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老婆说出来的话,这么恶毒,我像从来没认识过她似的。 张静雯,你说什么,我告诉你,就算我现在就死了,我的东西也是我女儿的,跟你弟弟有什么关系。 结果她说,因为你没儿子,女儿怎么可以继承东西呢? 我再也不是那个温柔的丈夫,这一刻,我缓缓看向她,再也没有一点感情。 张静雯,那因为你生的不好,你父母把你当赔钱货,遭见你,可是我女儿比你命好,我会挣很多很多钱给她,只给她花,别人一分钱都别想,就算是她亲舅舅也不行。 静雯浑然一改从前温柔体贴的模样,见力打叫,你凭什么不给我钱? 我给你家伤孩子了,别说从前那三十万,就是你现在再给我,三十万你也是够本的。 我就找你要五W快钱,你跟我凶什么凶。 看着她歇斯底里的样子,忽然觉得累了,我看不到我们以后的路了,听着她在那骂我废物,绝户,我彻底爆发了。 既然你觉得我废物,那你另请高明,我们离婚。 这句话一落下,全家都鸦雀无声,而我女儿忽然小声地哭起来了,我妈赶紧搂着小孙女红起来,哎呀不哭呀,小米丽,女儿这一哭,勉强哭回来了我的理智,我忽然觉得万事皆休,我是真的累了,我平静地对已经吓傻的老婆说,你要是真的这么觉得,我们就离婚。 她没敢接这个话,忽然也捂着脸,哭了起来,这次要钱的纷争,显然让我老婆大为光火,她甚至连夜收拾东西回娘家以此示威,但是没到三天,她就回来了,因为她娘家遥远,她妈怕她不上班,没工资给她儿子花,所以强硬地把她赶回来上班,只此一事,我们二人已经无话可说,到了这一步, 我们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情分可言了,夫妻情薄不过如此,只是没几天后,又让我出乎意料的是,我这小舅子又找上门来,她这段时间东躲西藏,只是不停地找家里面要钱。 现在终于现身了,而且一开口就要找我借三十万现金,她还要得很急,我当时直接无语了,当了父亲后,我的脾气好了许多,我也懒得跟她解释为什么我没钱,为什么她姐也没钱,但是她只是对我神秘一笑,这段时间不知道她上哪儿婚去了,她整个人白胖了一圈, 人也神神叨叨,她特别神秘,特别轻蔑地对我说,她是看得起我才找我借钱,我一时之间确实无语了,我这初中都没读完的小舅子,特别神秘地对我说,她找到了一个发大财的机会,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国际项目。 但是她却启动资金,是本着肥水不留外人田的想法,才来找我借的,她还许诺给我三十倍的回报,我听完了只有一句话,你好,我是秦始皇转世。 我在陕西有三千顿黄金和三百万秦兵被封印,现在只需要三百九十九元就能解封,只要你打钱给我,事成之后给你三百倍回报,虽然我这小舅子都不一定知道秦始皇这仨字怎么写,但是他听得出来我在嘲讽他,他气急败坏地走了,扬言我一定会毁清肠子,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毁清肠子,除了娶了他姐,本来我也确实没把这事当回事,直到两个月后,这小舅子忽然开了辆大奔得意洋洋地回来,虽然只看了一眼我就知道。 车不是他的,但是我这小舅子是有意要打我的脸,他特意开车来,要舞阳威了一番,甚至还非常阔绰地给我女儿买了几百块钱的玩具,虽然这跟他从我家拿走的简直九牛一毛,但是确实虎住人了,连我妈都偷偷问我,小舅子干啥赚钱了,是不是闲鱼翻身, 我冷言以对,但是小舅子的这番操作,却让静文觉得自己脸上有光,现在他弟弟开豪车,这么有出息,那段时间他在家里面说话都比以往大声,没过多久,小舅子就给他打了个电话,他马上火速把刚发的两万块钱年终奖给小舅子赚了过去, 又跟我闹着,要去广州跟着弟弟混,我拗不过他,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吵架,也懒得理他,夫妻情薄,形同陌路,反正我的女儿也是我妈在大,所幸也就放了他过去,这一放,就出来大事,静文去了广州两个月,再也不回家了,第三个月直接跟我提了离婚,我本来是不同意的,但是他估计重施, 大吵大闹,甚至用摔死我女儿来威胁,我觉得他肯定是失心疯了,我不想给我的女儿带来任何的威胁,我有一个疯子前妻,总比我女儿有一个疯子妈好,我也不想管他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我忙着上海的并购案,而且到了这一步,也没有什么情分可言,我想念旧情,他却不留情面,索性就同意了,他一反常态,也不要求分一半房子了,只是拿了一点钱,就痛快领证,就像前面有金山银山在等着他一样, 只想迅速办完离婚手续,摆脱这个已婚的身份,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,我被上海并购案弄得心里焦脆,剩余的精力还要对付我女儿的夜窟, 我买了一个婴儿杯,都把女儿背在胸前,一边哄着她睡,一边赶方案,全公司都叫我奶爸总监,我实在是没有精力关心,以及应付我的前妻。 静文跟我离婚的那天,小舅子特意开着车从广州赶来,这次开的不是上次那个大奔,而是个大众,我也没问,但是静文那样子真的非常狂热, 他得意地告诉我,他跟我离婚后马上就要在广州赚大钱了,但他一毛钱也不会给我,我哭笑不得,只是赶紧办了手续,我不在乎他到底发不发财,我只是心疼我的女儿,但是静文一眼也没有看我们的女儿, 她高高兴兴地上的那辆大众,小舅子摇下车窗,冲我吐了口痰,他们头也不回的就走了,我没工夫管她,离婚后我的生活照旧,因为项目照旧夺命连环扣,我的女儿照旧夜哭,我还是得带着她赶工程, 但是我妈惦记着这件事情,总是唉声叹气,她可怜孙女小小年纪没了母亲,总是催我联系静文,让静文至少得空回来看孩子一眼, 我被催得太狠,无奈之下也给静文打过电话,但是永远打不通,就这样失联了,我也没在意,直到家俊面色古怪地问我,你那个前妻,你最近有联系过她吗? 她找你要钱了没有?我开玩笑地说,你可拉倒吧,人家弟弟那么有出息,她用得着找我要钱, 家俊没笑,她瞅着我,你没看新闻吧?前不久广州查货一起特大诈骗传销窝点,我有一个亲戚参与了这个案子, 听说你那前小舅子有点东西,已经发展了全家亲朋好友十六个下线,还让她姐姐,也就是你前妻, 陪传销头目税都混成中层了,判了好几年呢。 她骂骂烈烈地说道,难怪我说你前妻当时跟你离得那么痛快呢, 看来她早跟那个头目勾搭上,那不可得赶紧登了你去当CEO老婆啊。 他妈的,现在好了,他们一家子都被传销骗进去了,活该。 家俊还在为第一次登门的事耿耿于怀,我抱着在我胸前保育袋里面熟睡的女儿, 对她说,你小点声,别把我的宝贝吵醒了。 你那前小舅子也是个牛逼的货,到处瞎睡,给女的花钱的时候牛得一劈。 她声音低了,听说下头得病都烂了,也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去坐牢。 看着我始终没什么反应,家俊很奇怪,哎,你都不生气吗? 我笑了笑,摇摇头,我有什么好生气的,他们一家人现在怎么样,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 家俊扎嘴,哎,我说你现在高低,也算是个单身王老五。 奶爸杨总监,你这个上海的单子跟下来,奖金得有二十万吧? 差不多吧,我看着女儿睡眼,柔生,这些以后都是我们小小米粒的,谁也不给。 以后不生了,她嘖嘖,再不娶了。 不要二胎,不要了,我抱着女儿。 心里很满足,想着以后就跟女儿相依为命了,只要女儿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,就比什么都好。